到底要有什么样的好方法 让我们可以轻轻松松 就提供我们的代谢能力呢 来问问我们的万事童小姐 提供我们身体代谢的好帮手就是 姜黄 姜黄 请一下营养师 姜黄可以帮助我们新陈代谢吗 没错 其实姜黄它是一个古老的香料 其实在印度很早以前 他们就用来做女生皮肤的一个保养 或者是一些抗发炎的一个香料的一个成分 他们自己本身就有一个 就是促进我们血液循环 增加我们基础代谢的一个效果 对 所以其实运用非常广泛 而一般呢 其实姜黄来讲的话 之前在国外 美国波士顿坎斯坦大学 他就有做一个动物实验 发现他把老鼠分为三组 分别是低油 高油 以及姜黄 这三组的一个老鼠 就进行研究之后 发现姜黄组这组的老鼠 就是在它的饲料里面加姜黄 但是它的饲料的量没有控制哦 就随便你吃 这老鼠好可爱 给什么吃什么 对 没办法 它也被关在笼子里 你不吃也没办法 一定得吃 对 所以其实研究之后发现说 姜黄组这组老鼠 在饮食量没有控制的情况下 它的体脂肪 以及体重的一个增加 都明显的减少 而且除了在外表的部分之外 其实连内在 包括胆固醇 我们刚刚讲的胆固醇 三组甘油脂跟血糖 也受到了改善 所以其实可以发现说 姜黄对于我们的一个 内外的一个控制 以脂肪的一个控制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帮助 而至于说其实姜黄 它在我们一般的食物来源非常多 包括我们常吃的咖喱 对 生姜 还有芥末 九层塔 等等的一些食物都有 而其中以咖喱的含量是最多的 但是如果一直吃咖喱也不行 对 讲到这里很多观众朋友说 那我就今天晚上来个咖喱烩饭好了 对 而且一配上咖喱酱 那饭量都不能够吃 对 但是要鸡肉还是牛肉 如果你要从比如说咖喱烩饭 咖喱块 里面获取到咖喱姜黄的话 其实是可以 它的确是有 但是你可能隐藏的一些油脂 盐分可能更高 所以其实在选择上面 还是要多注意 没错 而且讲到新陈代谢 我真的分不清楚说 到底是因为生小孩 还是因为到了三十 因为真的 都有是不是 应该都有 所以我还正想说 我们赶快来问问过来人 对 其实我是一个代谢非常差的人 而且我不会流汗 我只要没有吃卸药 排便药 我不会上厕所 我刚刚他讲两天还好 好不好 我五天如果没有吃药 五天都不会上 对 然后我就 我半年前我就发现 我半年前我就发现 我同样的吃 甚至少吃 我体重不但不会下 会一直上 你知道我大概二十岁的时候 我体重就四十五 对 我半年前一直到四十八 然后我吃的比以前还少 体重就不会下来 还一直往上升 那我想说之前都是靠一些 你两个孩子的妈 还能维持四十八很厉害 四十八已经是我人生中 这几年最胖的时候 应该有人在砸电视 奥兰姐 你各位就是注意一下我的情绪 不可以这样 我跟你讲 然后我就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让他瘦 我想到以前一些 不好的减肥方式 真的 又不敢去吃 对 又不能吹吐 然后我一个好朋友 他就突然推荐我一个 很好的东西 就是这一个 它是红姜黄 红的姜黄 你知道红姜黄呢 因为姜黄有很多种嘛 对 红姜黄它的姜黄数 是一般姜黄的七倍哦 然后我就在想说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可以这么好吗 然后我就开始吃 我一天大概吃五粒 然后我是晚饭 因为晚餐之后 好像带馅会更差嘛 对 所以我在晚餐前呢 我就会吃五颗 餐前吃哦 餐前吃 一天只吃五颗就好了 一天五颗 那有些像我朋友 他是早上两颗 中午一颗 下午两颗 那我是晚餐 我就直接五颗 对 因为它不是药品 它是食品 是 所以你会觉得说 它是食品 是因为它是天然的吗 对 而且我跟你讲 它非常好吞 因为它颗粒非常小 然后你饭的时候呢 不会有任何像你在吃药物的那种药感 而且颜色就好像咖喱的颜色哦 对对对对 然后就晚餐前 好想用嚼的哦 我就会吞五颗 咖喱嚼 然后我跟你讲真的 我第二天哦 我五颗完 我第二天我就正常的排便 而且吃五颗上去之后 它的感觉是什么呢 是有增加饱足感还是受胆会 没有 因为它可以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对 因为它有含丰富的膳食纤维 所以你第二天等于就说 你不用靠泄药 因为泄药都是拉水嘛 对 是不好的 它就是让你正常的排便 而且加速你的一个新陈代谢 对 然后我大概吃了大概两三个月 我现在的体重又恢复了二十岁的四十五 哈 好羡慕哦 而且你不用刻意的去节制吃 你知道以前会怕胖就什么都不吃 我现在就是会正常吃 只不过在晚餐前我会吃五颗这个 对 可是那是不是因为你的体重比较瘦的人 颗数会有影响 如果假设像体重是五字头 或甚至六字头的人也会吃五颗吗 对 对 我要跟大家讲就是因为我是四十五嘛 对 那如果你体重超过五十的话 就是每增加十公斤你可以再加一颗 所以你五十公斤之后 譬如六十公斤我就吃六颗 七十公斤我就这样子一颗一颗的增加 每十公斤加一颗 是 对 而且你不会有造成任何的什么不舒服啊 或是怎么样也不会拉水什么的 正常的代谢 正常的排便 还会瘦 哇 不过其实姜黄真的是个好东西 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聊过几次 对不对 对 不过现在讲的是红姜黄 请一下营养师 红姜黄除了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 排除我们身里面不应该堆积的东西以外 听说还有其他的好处 对 因为其实姜黄大家都知道它的好处非常多 尤其在新陈代谢上面是非常明显的之外 其实随着科学家慢慢的一个发现 发现说它有非常非常多对我们现代文明病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效果 包括一些抗氧化抗发炎甚至预防一些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疾病 而至于说像欧洲营养学的一个期刊内容曾经就有提过说 姜黄素它本身可以改善我们的胰岛素抗性 我们都知道胰岛素的作用就是帮我们调整血糖 就等于说它是加 应该是说改善胰岛素本身的功能 那当然进一步就可以维持我们血糖的稳定 那我们刚刚讲其实血糖稳定你就比较不容易暴饮暴食 除了这个之外对于我们血脂肪以及一些心血管的一个问题 都有进一步的做一些改善 而且呢对于一些我们常常吃一些油炸 或者是一个高糖类的一些食物 容易导致我们体内一些慢性发炎 其实姜黄素也有一定的一个改善效果 而我们都知道其实很多体内的慢性发炎 都跟我们重大的慢性疾病是有息息相关的 所以进一步其实对于我们一些糖尿病啊 关节炎啊甚至心脏疾病 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效果 而至于我们最害怕的蚊癌色变 其实很多癌症其实都跟我们一些 自由基破坏细胞有关 而至于刚刚提到 姜黄素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一个功效 所以当然就可以降低自由基对细胞的一个攻击及伤害 那浩然你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拿来 而且它是从日本冲绳来的 你知道我朋友嫁到日本 他说他们好几年前就已经在吃这个东西 真的喔 所以在日本也很流行 日本好几年前就在流行 而且他们把它当作是他们的圣品 圣品 因为它是天然的吧 就比较不会对身体造成负责 是 那请一下黄医师 除了姜黄素可以提高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新陈代谢以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新陈代谢 要这个减重的话 其实刚刚有提过 就是从饮食或者从运动 然后就提高基础代谢率这样子 那我们通常听到运动 都只想要就是很累有没有 我们今天可以介绍一个是 坐着就可以坐着 对 大家就比较有兴趣了 这懒人的运动 对 没有错 这专门设计给就是窝在沙发上的工作 那你平常在看电视 不是窝在沙发上吗 稍微把就是背杆挺直之后呢 你把你的这个脚并拢 然后离开地面一点点 然后让它转 哇塞 这个用到肚子 对 用到肚子 有没有 对 就是很简单 对 没有错 你就是稍微这样晃晃晃晃 然后晃 如果你想要进阶板 觉得这个太容易了 好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有个进阶板往前啦 就是转 对 就是其实主要动的部位 都是在我们的盖管 Junior手不能浮耶 手不浮都好容易飞起来 就是要这样子吧 是不是 如果腹肌比较没有力气 你先扶着 比较稳定 被腰不会受伤 可是尽量是用肚子的力量挺起来 所以去做来回这样子 一定要挺胸 对 一定要挺胸 太手挺胸 然后就是这样晃 晃到什么时候才有效呢 晃到也会有点冒汗 对 那其实如果说 像现在的天气 不开冷气都会冒汗 那做这个之后 你就是促进你的新陈代谢 就是用冒汗的方式来做 了解 所以这个动作 除了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最重要可以练到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怕引起这个心血管 这边腹部的肥肤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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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其实夏天到了 就是很多人都说 夏天来了 我要赶快减肥 所以往往大家在减肥的时候 常常选择了一些 比较极端的方式 就是完全不吃的方法 今天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其实如果你想要变窑条变漂亮 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然后而且也可以让你的 瘦身效果是事半功倍 今天也谢谢所有的来宾 现在人常常因为工作忙碌 然后压力太大 都导致睡眠的品质不是太好 常常躺在床上 然后看着电视的时候 眼皮非常沉重 然后电视一关掉 眼睛闭起来 却怎么翻都睡不着 因为我也常常有这个困扰 所以我知道这样子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免疫系统 所以在这里提供给大家 做一个参考 就是根据研究显示 其实睡眠品质不好的人 建议你可以多喝櫻桃汁 一天可以喝两杯 白天喝一杯 然后傍晚的时候可以喝一杯 因为这个櫻桃里面 它含有天然的褪黑激素 它可以提高我们的睡眠品质 然后而且可以提高 我们的睡眠效率 另外它还含有圆花青素 圆花青素可以帮助我们 非常的镇定 而且非常的放松 所以如果下一次 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时候 就可以参考看看 试试看 喝一杯樱桃汁 就可以提高你的睡眠效率哦